树欲静而风不止,追求霸权主义的美国,没事,强调和平发展的中国却麻烦不断,真想问一句,我们招谁惹谁了,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日前播出的一次专访中,称纵关区内局势,区域合作,应秉持包容心态,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内视,或以孤岛心态自居,即便最大的国家也无法这么做,对号入座这个区域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,孤岛心态自然也是指中国,李显龙说,美国在本区域安全,事务方面扮演的重要卷, 人有意全球化进程,也会让多个国家获利,全球各地都通过贸易,科技,教育,民间等渠道联系在一起,因此不能简单,将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,划作单个势力范围,李显龙强调,各国应秉持包容的心态,参与区域合作,他举东亚峰会为例说,参与这个区域,合作机制不只是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,还包括印度,澳大利亚和新西兰,翻来覆去李显龙不过强调了一个令人作偶的老掉牙观点,美国应该也可以介入东南亚以及亚太地区 中国的拒绝就是孤岛心态,无独有偶,在日前举办的第16届《香格里拉对话晚宴》上,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发表了主旨演讲,而在约30分钟的演讲中,特恩布尔用了5分钟来谈论中国,他声称中国会寻求实施当代门罗主义,无论是门罗主义还是孤岛心态,澳大利亚和新加坡都在对中国的一个行为进行批评指责,那就是我们拒斥美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存在以及扩大,而毋庸置疑的一点就是,新澳两国完全无视美国的行为 中国追求单边霸权的事实,而突出了中国所进行的某种反抗,这种拉偏价的行为,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被接受的,美国可以在亚太地区追求影响力,但必须重规重矩,否则中国绝不会坐视不理,当然对比于日本的助纣为虐会虎作娼,新澳两国的态度还算温和,但难掩其美国帮凶的本质面貌,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影响力的衰落,个别国家已经开始坐不住了,借助各种实际场合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进行污蔑,试图在舆议中, 给中国扣帽子,让中国负重前行,但这方面我们不会上当,因为我们已经吃过太多亏,走过太多歪路了,当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舆论权不在我们手里,但我们可以置之不理,不过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积极的一面,那就是天天跟在美国屁股后面,和中国对着干的国家已经越来越少了,中国的所作所为,还是获得了不少周边国家的认可,他们也开始意识到,和中国合作,搞好地区经济发展,已成为其根本利益所在,只有这样整个亚太地区,才会更加弱, 否则就是引入某种欲外势力,使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,陷入无休止的斗争,混乱乃至战争之中,这是任何一个有远见的国家,都不愿意看到的,澳大利亚离我们上远,新加坡离我们很近,但其扮演的角色都不够光彩,我们也有必要正告其一声,一味地拒斥中国崛起,没有任何意义,不过是徒增烦恼,同时无论其怎么为美国主子背书,抛开什么主意,心态,我们都会轻轻一脚踢开,因为这不是事实,而尽管中国热爱和平,但也不要做的, 太过分了,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,新欧无视其,享受中国经济红利的现实,把屁股做得太偏,一味讨好美国,只会让人看不起,成长的路上总是有太多烦恼,不过无妨,我们还是要摆正心态,不被任何杂音所扰,坚定不移地向着未来迈进,而那一切的不愉快和阻力,都将被历史的车轮轻轻碾过。